全球都在等回答创办人黄仁勋引领AI的工业革命 身穿招牌的皮衣 黄仁勋在回答年会GTC上推出杀手级的AI运算晶片 采用回答全新的架构Black Whale GPU晶片名为B200 由2080亿个电晶体组成 支援AI大模型推理并扩展到10兆参数 效能是前一代H100的30倍 还是台积电4奈米制成代工 黄仁勋还列举强大的AI可以对抗 气候变迁 台湾出身的黄仁勋是泛用AI气象模拟系统 来模拟台湾的台风路径 预测尺度从以往的25公里 大幅跃进到2公里 这场回答年度社会不只是看见台湾 现场集满1.1万自家员工 供应商 客户跟投资人 见证黄仁勋打开AI的未来大门 TV选中不到 大约90公分高 一举一律的小小机器人 拆着摇摇晃晃的步伐出现在舞台上 AI晶片龙头回答执警长黄仁勋在GTC大会的尾声 介绍由迪士尼团队设计 使用灰达晶片与技术的最新人心机器人 黄仁勋本来打算跟小机器人一起结尾 但是他们仿佛都很有自己的个性 小绿像是害羞的孩子待在原地不动 小菊则是遵守指令后想要得到奖励 回答在年度GTC大会上 秀出杀手机晶片以及人形机器人 股价在周一一开盘就直接突破900美元 开高走高后又迅速下跌 最后收在884.55美元 上涨幅度0.7% 美股受到科技股的振奋 三大指数起涨 道琼指数上涨0.2% 纳斯达克指数上涨0.82% 标准普尔500指数则是上涨了0.63% 唯有费城半导体指数 中场以微跌0.1点作收 TVBH新闻总和报道 美国科技裁员潮从前年延续到今年 却显然还没有结束 Meta执行张组刻薄弱强调 这波裁员是因为前几年过度招聘 导致员工太多降低效率 现在必须精简管理 否正跟AI的发展有关 但专家分析认为 恐怕还是与AI脱不了关系 从亚马逊谷歌到Meta都投入大量资源在发展AI 人才需求自然而然就跟着转换方向 除此之外 这些企业将大笔资金投注于AI 偏偏面对高通膨还有升息政策 热钱不像疫情前那样疯狂涌入 也相对冲击到不符合未来策略性发展的部门 因此成为科技产业大刀一挥的裁员目标 但这些员工仍旧间接性地受到AI冲击 长期观察细骨的媒体人也认为 虽然短期内AI还没有开始跟人抢半晚 但并不表示这件事不会成真 尤其是企业裁员之后不但没有冲击到营运 反而股价节节高升 更让企业精简人力的动作变得毫不犹豫 现在我们看到价格的产ки ממ�以退断忌 而这回分 Kos 我们看到他们最坉的黄 petition 几千这些工业资料 美国不只是科技业 包括像是UPS的运输业 或是媒体业 金融产业 其实也都陆续传出裁员的坏消息 专家认为这其实是一大警示 经济学家也担心大量科技业高薪人才 没有跟上这一波转换 因此失去饭碗 恐怕将冲击到美国的消费力 经济市场也将受到冲击 尽管目前科技业裁员占比并不高 但如果持续不停 依旧会造成一波的恶性循环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